现今社会处处充满危机 因此防身小工具是爱在夜里出门的人们的必备之物 其实从随身物品到所佩戴的配饰 无一不能化身隐藏版的防身武器 它们身兼多职的功能 很可能就可以将携带者从不幸边缘顺利拉回来 今天无尽小说为你带来有防身作用的日常小物 晚上时间独自在外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毕竟灯光暗淡照明不足正是歹徒下手最好的时机 这时候要不是会防身术 最需要的单纹是能随身携带的防身武器 这款身兼电极枪的手机壳 有普通的橡胶外壳和作为电极枪的内壳 手机壳具备一个隐藏的探针 遇到袭击或抢劫时 机不离手的现代人们 轻易开启手机壳 侧面开关 挥出探针自我保护 歹徒很快被击倒在高压的电力下 视之惊弯而倒地 被袭击的人则可以趁机逃走或寻求帮助 避免悲剧发生 和一般电子设备一样 电机枪手机壳也需要充电 只要4个小时就能充满电 减低出门的危险性 另外除了是伪装的防护武器 本身自带电力的手机壳 还是个行走的充电器 在确保能保留电机所需电力的情况下 帮忙手机充电 保护你和手机之余 又能充当紧急充电器 简直是一壳三用 这明明是一张卡片 哪来的枪呢 别急 这正是卡片枪的有趣之处 折叠后的卡片枪 外形看似一张普通的信用卡 又轻又薄 只是只要一拉开弹簧卡扣 它就会打开 变成小巧可爱的手枪 小手枪有枪管 枪身 板机 就外形上除了异常的小之外 和一般枪支没有太大的区别 卡片枪为自卫而射 是一种单发手枪 它的枪身上半部有个弹簧卡扣 推动后折出枪管 便能装弹 因为外形小巧的关系 每次只能开一枪 就必须再装弹一次 但这不影响卡片枪的使用性 卡片枪还备有瞄准装置 只是瞄准装置只给予使用者大概的方向 再来就是 0.22马格南的子弹 有一定的威力 注意在紧急关头 保你一命 钥匙圈是最容易伪装的防身武器 而木牛钥匙圈有尖头的设计 能够有效地在可爱吊饰和可怕防护武器间游走 当歹徒从后方攻击 可快速抽出钥匙圈 立马进行反击 除了用钥匙圈尖尖的部分攻击歹徒 一反手还能把一串串的钥匙打在对方身上 趁他痛得哇哇叫的同时赶快逃离现场 猴拳节是许多女生爱边吊饰时的选择了 但你知不知道在神节中间长个小千球 其实唯美的猴拳节还能成为你的守护者 而且他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 只要在自制又常带在身边的小吊饰 加上小巧思 别说歹徒就连墙壁也能被你打出窟窿来 口袋鞭子 Fast Strike 非常轻便 小包包装得下他 就算没包包也能轻易塞进裤腰 遇上意图不轨的人一眨眼便能取出 歹徒若识去 肯定拔腿就跑 那些还想霸王硬上弓的 只能吃这个鞭子的苦头 痛哀一顿打 真是个自我防卫的好帮手 既然吊饰能防身 配饰也不例外 爱漂亮的人们都爱佩戴戒指 但这款戒指能让你的手指更好看之外 还能让你有保护自己的作用 看起来简单的玫瑰戒指 内里偷偷暗藏玄机 只要把玫瑰转开 便能露出被它藏在底下的小尖刀 带刺的玫瑰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据说小刀锐利无比 能在一击之内 刺伤歹徒也可以顺便获取它的DNA 以方便后续操作 一边享受时尚 一边保持安全 果真是一个绝佳的隐藏版防身武器 玫瑰戒指或许不适合所有人 因此防身戒指的款式也不止一个 胶库的朋友可以选择旁克型的戒指 虽然设计较为简单 可是戴起来仍然非常有型 尽管戒指是小型的防身武器 但是其防御功能还是很可以的 看看这位戴着防身戒指的煞姐 怎么一出拳就把气球弄破 让瓶子穿动吧 这是个迷你的绳索逮捕工具 一按下按钮 它便会以每秒钟195米的速度 喷出2.5米长的绳索 捆绑3到8米以外的歹徒 为了确保准确捆绑对象 这工具还备有镭射装置 好让使用者好好瞄准再发射 看看这工具怎么捆绑歹徒 绳索逮捕工具启动后 由火药燃气动力喷射出去 锡在绳索两端的道沟 会稳稳勾住歹徒的衣服或裤子 迅速固定他的行动 让他无法随意动弹 因为外形迷你 攜带方便 无论男女 他都是防卫的好伙伴 然而除了民众用于自卫 国外警方甚至也正在使用这款非致命性的逮捕工具 追捕犯人 果然是人人试用的好工具 在今天的午后分享里 强光手电筒是战术手电生产商 FireShare的防身产品 它和其他口袋防身武器一样 体积也十分小巧 可见攜带也是很方便的 但是这个手电筒最大的特点 在于它可调节的光度 把光强度调到最大 照相歹徒双眼 就可像撒狗粮一样把它闪下 或许就能逃过一劫哦 你最喜欢哪个防身小工具呢 记得在下留言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订阅 及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